OK 那我們今天介紹的體積百分濃度 體積百分濃度呢 就是用% 然後再加一個什麼? BOL 代表說是那個 它 它跟那個 重量百分濃度做一個區別 那麼呢 它的定義是什麼呢? 我們來看一下 一樣的 我們說過 重量百分濃度的定義 就是每100克的溶液中屬 含的溶質的克數 對不對 那請問體積百分濃度要什麼定義呢? 那什麼定義? 就是 每100什麼? 毫升 所以這邊是100毫升中 100毫升的溶液中 所含的什麼呢? 溶質的毫升數 所含 溶質的毫升數 所以 重點就是在溶質的量 好 溶質的毫升數 可以嗎? 好 那它的公式我們來寫一下 公式也是一樣 其實 萬用 等濃度的公式都是一樣 就是 濃度永遠都是溶質跟溶液的比值 濃度 等於 溶質 除以 溶液 其實你們以後還會學到不同的濃度的表述吧 還有什麼莫爾濃度 其實原理都一樣 只是這邊用的單個不一樣喔 這邊是用毫升 那溶液也是用毫升 那所以呢請問 你猜猜看喔 鐵積白的濃度最常用在什麼地方呢? 就是 酒 就是那種液體型的 液體的密度 因為液體的濃度 因為它其實就是 因為我們要測底積其實 通常都是液態的東西用兩桶兩桶 比較直接對不對? 你如果是物體的東西比較難 這樣做 所以 大部分都是測量液體的時候 那 所以呢 一樣的道理 我們來移想一下 你會得到 溶質會等什麼呢? 我好像在講一樣的事情 溶質會等於 溶度乘什麼? 乘於溶液 但是這邊是用點擊 溶液 溶水 溶水 體積 溶水 所以一樣的大乳胖 那這邊比較有個特異的地方就是說 胖的這種濃度呢? 比方說 例如 米酒 米酒的酒精濃度多少? 我們會講 米酒的酒精濃度呢? 它是 是19.5% DOL 那老說他酒精重度是100毫升的銘酒裡面有多少毫升的酒精呢 19.5你知道嗎 所以100毫升裡面有19.5的酒精 那通常呢這個酒精的百分比 我們會有習慣用度來表示 就是比方說啤酒什麼5.2度啊 沒有度 所以呢你也可以把它寫成是19.5度 好 度就是用在用酒的那個濃度 好 所以那個 常常會聽到電視廣告都會有什麼幾度對不對 那就是在講那個濃度 酒精的濃度 好 OK那我們來看一下一些例題 他說到 這個廚房裡面有一瓶600毫升的料理米酒 那它的酒精濃度是19.5 好 因為我們來看一下 600毫升 然後它的濃度是19.5對不對 那我剛才有說過這個19.5的意思是什麼意思 就是19.5%對不對 它的定義什麼我們來回覆一下 定義就是100毫升中有幾幾毫升的酒精 19.5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講什麼 19.5%它就寫19.5%對不對 好 那我們知道上面是融質下面是什麼 融液對不對 那現在融液有幾毫升 有600毫升 那融質是x對不對 好 那這個酒精可不可以算得出來 酒精有多少 這x可不可以算得出來 可以嗎 對不對 就是用比1的關係嗎 這1比6嘛 對不對 你可以把100跟600 把0.0消掉 1比6 所以它是乘以多少變成s 所以x等於 這0跟0可以消掉 好 所以是6倍 所以19.5x6倍 117對不對 117毫升 好 所以呢 酒精的量就是117 所以立體散散就是117 你要比例的方式可以算出來 其實也不一定要用公尺 你知道嗎 好 那我們看一下 那 第1次 第1次說 這個我是之前看到柯南 他就是 他就說 有一次柯南感冒 那個無故一次就帶來一瓶酒 叫白乾給他喝 結果喝下去他就變 就那個半個小時 就通常變大了 當然是卡紅 就恢復成原本的樣子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1次 我們去查一下白乾的濃度 因為白乾就是中國酒 一種中國酒 濃度是20% 那請問一瓶200毫升的白乾酒 有多少毫升的酒精 可以練習看看 好 這要怎麼做 來我們想一下怎麼做呢 好 我們說20% 濃度20%什麼意思 100毫升有幾毫升的酒 20 所以 所以20% 就這樣寫吧 百分之 一百分之二十 對不對 這叫百分之二十 一百毫升的酒 一百毫升的溶液 有二十毫升的溶質 對不對 好 所以現在溶液有多少 兩百對不對 是不是兩百 好 兩百 那溶質問你 S S等多少呢 所以用眼睛看就知道對不對 1比2 所以應該是 S等於 40 所以其實 欸你們 我記得你們有學過濃度 你們學濃度是在國一 你們有學過濃度 體力的關係啊 是不是 好像學過濃度 所以這樣40毫升 可以嗎 好 接下來看一下第 第五 第五我們看一下 那個後來我看到那個柯南的劇情 又有一個劇情 就是說 有一次歸遠 在一部叫做 維密的故活中 他參考白乾酒的成分 調適出能夠解除 APTS4869的毒性 然後呢 請問 如果你要調五百毫升的白乾酒 相同配方的酒型叫什麼調 好 水滴第五 你要調製 調製一個呢 五百毫升 還是五百毫升 五百毫升的 白乾酒 配方 對 你要用多少的酒精 多少的酒 需要 多少的酒精 多少的水 好 來這個練習一下 這要怎麼做 白乾酒的濃度都是20% 對不對 好 所以 那現在你要調是五百的 五百是叫做農業對不對 所以 也是一樣的調理 百分之二十對不對 這是 濃度叫百分之二十對不對 那你現在是五百毫升 那你也是一樣嘛 你的酒要X對不對 五百毫升的酒佔X 那X點多少呢 這個 一百跟五百的小點對不對 五倍 所以這二十乘以五倍的話 就是 一百毫升 好 所以酒精呢 需要百毫升 那請問水需要多少 就用 五百減掉什麼 一百對不對 所以叫做 四百個水 好 四百個水 好 就這樣子 好 就這樣子 謝謝 謝謝 ach